中文字幕 李宗盛 講起抽象藝術 很多人都會想起美國藝術家Jackson Polo 而他很有名的迪畫No.51948 就迪出了世界十大最貴的名畫之一 其實在Jackson Polo之前 對面海的法國芭蕾已經有藝術家在做這件事 他就是被稱為書情抽象之父的George Maddu George Maddu不是科班出身 他本身是一個大學教授 和美國陸軍的翻譯員 畫畫都是他自學 一開始他以風景和人物為主 但很快就開始探索一些非巨像的繪畫形式 他比起Jackson Polo 還要早兩年去試這個滴流的技法 不過很快就轉到另一種更快速和直接的表達方法 就是直接用管座的顏料擠出來作畫 我現在就身處在Case at Museum的六樓 George Maddu的回顧展入面 這個展覽就展出了14幅George Maddu 不同時期的重要作品 前後橫跨40年 包括比較早期的作品 就是50年代強調書法和繪畫速度的畫作 還有1978年 他為巴黎大皇宮回顧展而創作的幾幅六米闊畫作 以及從80年代開始到後期的創作作品 就是以更加強烈的肢體語言和色彩對比 所演繹的宇宙劇變系列 欣賞一位藝術家的作品 其實可以從他的生活環境、圈子、行為上入手 譬如說和George Maddu同期的藝術家 還有趙毛極、朱德群、謝景蘭、常玉等人 這群有東方文化背景的好朋友 其實對他的創作都很有影響 包括極具書法感的一些不足 和他畫面上那種不推小節的瀟灑 都和中國書法狂草的境界不謀而效 另外一樣東西很值得提的就是George Maddu 很早期已經在觀眾面前即場創作 將繪畫視為一種行為藝術 這個這麼織情的舉讀 其實都影響了之後很多流派和藝術家 比較出名的就是Yves Brown 他曾經在100個觀眾面前完成他的作品 人體測量 欣賞George Maddu的話 除了可以用直接抽象鮮明顏色的對比去形容之外 爆炸力、吐發性、情緒、速度、激情 都是可以在畫面中感受到的 甚至乎可以更深層次一些 從精神層面出發 包括東西方的文化哲學 又或者是戰後的語境客George Maddu 是如何追求一種徹底的自由和即興的創作 無論如何不知道 在進行中間會有些後 知道吧 我們下載了 唷 觀看 有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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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